狗狗 你的家打好的呀 不多不多 今天也造一点点油 为什么 哎呀 我给你了吗 奶奶 不是爱油如命啊 今天我带30斤巨无霸 像麻棒去搭看亲戚 走得走回家 我这个老天爷呀 这辈子都没有见过这么多的象牙棒 真的啊 这个象牙棒的鼻子 好长好长呀 啊 好吓人啊 这是什么玩意儿 这么撕嘴的呀 你有见过这么大的象牙棒吗 它比我的胳膊还要撕两三倍 这个乌鸡妈黑的是那个新西兰棒 长得好黑呀 进货也是要干麻棒 它又要放鼻子 它真的长得好丑呀 那个长长的部位就是它的鼻子 它这个壳跟河棒好相啊 而且它这个鼻子呢 是永远都回不到壳里的 而且它这个肉真的好厚 带上我的象牙棒 我带上我的象牙棒 我带上我的象牙棒 走得下 我带上我的象牙棒 放称 上称 一共长手29.5斤 早上开脚车 就要跟我碰过走得下 这个好拉风啊 来买配菜后 冲冲冲冲 来一点点粉丝 哇 这个粉丝好多呀 大内子竹炸辣一盘辣椒糕里头 哇 干辣椒断 带上我的象牙棒 走得下 放奶奶加辣 好可爱吃啥呀 当当当当当 哎呀 好可爱 加拿大象的屁股 这点是啥呀 加拿大象牙棒 这是啥呀 这个是加拿大象牙棒 来咯来咯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一个神仙吃法 加拿大象牙棒和冠绒象牙棒 喂 给他来点温泉水 哈哈哈哈 送大兄弟上路楼 上麻棒的外壳有点脏 咱们给他刷刷刷 咱们再来把他的这个外衣给他拔了 哇塞 他这里面白白嫩嫩的 白白胖胖 通感胸 像你妈妈一样 变贵鸡股棒 不管你是加拿大的还是哪的 来了我们四川 都给你做成麻辣的 喂 首先 先来把他的五张六鼓给他去尿 然后把他这个橡皮子 给他剪开开 你好嫩呀 把红椒对半切开 然后把它切成辣椒粒 先上大盒 再上放肉 还好弹啦 来撕 先把花椒搞里头 阿味十分呀 红椒蒜给它爆香臭香 宰的家的豆瓣酱 都快没有用完了 煎碎的火锅底片要搞里头 来点灵魂的小辣椒 小辣椒 给它炒出香香的红油 上下麻辣大颗头毛 炒鸡酒甩一甩 还一点点蚝油 大火给它使劲翻炒均匀 给它盖上盖 满满 上青青就是酒的粥 哈哈 上麻辣出锅啦 这个是真的香呀 好香好香啊 薄 给它吃一下 蒜蓉的来咯 先把蒜蓉下锅炸一下 再来点这个红色辣椒丁 给它一顿乱炒 好好好 拿炸好的蒜蓉和甜椒捞出来 哇 然后淋上这个蒜蓉酱 哇 来咯来咯 上蒜蓉咯 蒜蓉像麻辣膏里头 再上盖子 焖上八分钟 再来加两个小红薯 出锅咯 哇 蒜蓉的就做好了 好好 快来吃点咯 哇 哇 看前来包自己做的小果汁 太棒了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口 好大呀 脆脆的 好香啊 辣椒 哇 来一口粉丝 把你们全部吃掉 风打起动 就是该观光的一天 哇 哇 by bwd6